就在美國打算把打第三劑 視為完整接種的新定義之後 歐洲疾管中心二十四號 也在健康指南上 做出了重大的改變 建議成人應該要施打加強針 四十歲以上更應該要優先 當天世界衛生組織就提醒 不要以為打過疫苗 就能夠保證不會染疫 口罩要戴好 保持社交距離 還是防止病毒傳播的關鍵 法國新冠確診書攀升 二十五號將宣布新防疫措施 包括戶外 室內都要戴口罩 加強通風系統以及打過疫苗的人 才能出入某些公共場所 以避免再一次的封鎖 二十四號在巴黎就已經 接到警方街頭巡邏 進入餐廳檢查健康通行證 當局還強調將加速執行 加強針的施打 馬德里這座接種中心大排長樓 許多年長者聽了政府的建議 盡量在耶誕假期前接種第三劑加強針 西班牙百分之七十九完整接種 比起目前疫情嚴峻的奧地利 荷蘭好很多 不過上個月確診數微幅上升 當局認為不可掉以輕心 歐洲疾管中心二十四號在防疫 政策上有重大改變 同樣為了避免再度封鎖的意大利二十四號決定 十二月六號起只有拿得出接種證明的人或新冠病毒康復病患才能在餐廳室內用餐看電影或看比賽等篩減陰性證明 將不再被接受進場 世界衛生組織則警告很多人會有打過疫苗就不會染疫的錯誤安全感 但光打疫苗是不夠的 目前為止戴好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仍是防疫王道 公視新聞黃秉玲